本节目由古斯里的中国青花粉酒独家特约播映 1919年的6月11日晚上 北京新世界游一场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其中一个一身西服 头戴白色帽子的中年人快步走到了门口 他压着自己的帽颜 身上的西服却不知道为什么显得鼓鼓囊囊 他一路走到楼顶的屋顶花园 却没有意识到身后的几个黑影也尾随他而去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鼎鼎有名的陈独秀 那么他秘密地来到新世界究竟准备做什么呢 而那几个尾随的黑影又有什么打算呢 1919年5月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列强们不顾中国人民的呼声 将德国原来侵占中国山东的权益 转交给了日本 这引发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短短一个月 各地民众纷纷响应 罢工罢课罢市 爱国反地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6月9日 冲锋在最前线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以声援指导五四运动向更深一步发展 宣言要求政府收回山东 罢免卖国官吏 否则就要动员群众们 对现在的政府进行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的西服里装的正是这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 为了扩大宣言的影响力 他选择了这十分戏剧化的方式 把宣言从屋顶上全部撒下去 引得人们纷纷去浅 哪知尾随的几个黑影突然现身 一把将陈独秀按住 原来北洋政府的密探早就盯上了他 当晚陈独秀就被关到了警察总署 但是北洋政府却没有想到 被关押在监狱里的陈独秀竟然很快成为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要知道当时的进步青年们最爱读的就是这一本新青年杂志 而杂志的创办人陈独秀也早就成为了很多青年学生们的精神领袖 在他们看来 陈独秀因为爱国而被捕简直是太荒谬了 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 矛头直指北洋政府 那么北洋政府究竟还有没有这个胆子 继续倒行逆施 扣押陈独秀呢 陈独秀被捕之后 学生团体和各级人士纷纷来函要求 立即释放陈独秀 7月14日当时远在湖南的毛泽东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本 高度评价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并断言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 反帝爱国有罪吗 为什么要抓陈独秀 从群众到高层的政要都非常愤慨 孙中山还在南方打电报给北洋政府 要求北洋政府释放陈独秀 学生和其他的群众 本来已经高潮起来了 因为陈独秀被捕 更掀起了一个高潮 全国各地纷纷打电报 提出抗 就陈独秀在这个情况下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 最后在全国声援之下 无罪释放 但是出狱后的陈独秀 不仅没有安分守己 还未经报告擅自离京 受邀到武汉做公开演讲 继续抨击北洋政府 宣扬打破阶级制度 并被报纸广泛报道 这再一次恶怒了京师警察厅 他们决定陈独秀是非抓不可了 1920年2月8日 陈独秀从武汉赶回北京 对埋伏在家中的警察毫不知情 幸亏李大钊早早得到风声 派学生在陈独秀刚下火车的时候 就把他接到另一处会面 两人都意识到北京是待不下去了 陈独秀即使不进监狱 也会遭到北洋政府的严密监控 他当晚决定先去上海避避风头 1920年的2月9日年关将近 一辆小小的罗车 缓缓地驶出北京的朝阳门 提升清脆 罗车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留着八字壶 一身皮袍 而手提包里装的是满满的账本 一看就知道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 而另一位穿着棉被芯 一顶毡帽压得滴滴的 无精打采地坐在车的最里面 罗车向南到了廊坊 再向东到天津 一路沿着小道避开了警察的检查 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 两个人在车里低声密谈 时而皱眉思索 时而激动慷慨 帐房先生李大钊 对坐在里面的陈独秀说 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的准备 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 最后两个人在天津依稀别 寒冷的冬日 却没有阻挡住两个人 对反抗黑暗 救亡图存的革命热情 此时建党的伟业 已经拉开序幕 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雪天里两人的约定 成就了建党史上的一段佳谎 而这个约定也马上就要演变成确实的行动 并且永久改变中国革命的格局 在这个路上他们走了三天 他们就在路上谈了一系列建党的活动 从武士运动当中他们体会到一个问题 要在中国搞一个大的革命运动 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是不行的 就在路上他们两个做了一个分工 南方由陈多秀来发动 北方由李大钊来发动 可是建党这谈何容易 因为从头建立一个政党 不仅要面临北洋政府的压迫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建立的这个政党 不能再只是雇着发表文章宣传主义 这可是一个准备闹革命的政党 他们要改变中国 敲碎这压迫中国人几千年的统治结构 陈多秀和李大钊都意识到 如果没有工人的支持 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 建党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他们决定脱下长袍 到工人当中去 这是1920年春天 上海战防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 陈多秀抓住这个团结 启发工人的机会 特地过来做演讲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 最贵重呢 陈多秀看着底下站着的工人们 大声的喊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可是当时上海的工人生活悲惨 就要倒堂 怎么不是最有用的人 他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 比如你一个工人 今天你创造了十块钱的价值 你只拿到了两块钱 那八块钱哪里去了呢 那八块钱叫资本家不出去 这个剩余劳动价值 如果讲理论大家不懂 那进一步讲 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了 就通过这些活动 把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 在北京 早在1920年1月 李大钊就已组织一些先进知识分子 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 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状况 出乎他们的意料 北京陈报报道说 调查回来 大家相互失色 太息不止 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随后 进步学生邓忠夏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组织工会发动罢工 在密切交流中 学生们亲身体会工人阶级的情况 而工人们也在他们的启发下 越来越紧密地团结起来 而就在国内早期共产党人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党工作的同时 一群进步青年跨海越洋 前往欧洲大陆去寻找革命的活着 1919年的12月25日 上海洋谷码头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带着行李 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复法牛轮 准备去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寻找救国的途径 这个小伙子正是毛泽东的校友 杨昌记的德艺门生蔡和森 当时的他也不敢十分确定 中国的革命道路究竟该往哪里走 但是他相信 作为社会主义发源地的欧洲 一定能给他灵感 所以抱着努力学习拯救国家的信念 即使路途颠簸 条件艰苦 但是他仍然意气风发 可是谁又能想到 就在两年之后 他竟然被法国政府穿上了囚衣 驱逐出国 那么这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 复法勤工俭学 成为那个年代进步青年的风尚 即使家中贫寒 只要能凑够一张 去法国的船票钱 在法国边打工边上学 就能实现遥不可及的留学梦 抱着探索救国道路的热情 他们远赴重洋 踏上了这片 陌生的土地 欧洲大陆是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地方 这个一批先进的知识青年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就是非常便利的 就接触到了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一批新思想 新学术 对他们的思想 带来了非常大的震荡 刚到法国 蔡和森犯了哮喘 只能躲在租来的房子里 靠着一本法法色点 读书看报 蔡和森的法文基础很差 但是凭着一股子蛮劲儿 她的学习进度 竟然比学校教得都快 不过蔡和森猛学猛意 绝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法语 而是如鸡四渴地 吸收马克思主义 学业稍有进步 她便开始认真研读 共产党宣言 并且迫不及待地 把自己的想法和收获 与她的挚友毛泽东交流 1920年的8月份 她给毛泽东写的封长信 其中提到 共产党应该成为 无产阶级革命的 发动者 领袖者 先锋队 作战部 这个对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 这个概括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 你的见解极大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有了纲领 接下来的一步当然就是行动 就在蔡和森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活动的同时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却收到了接踵而至的噩耗 1920年冬天法国经济一落千丈 失业风潮席卷全国 到1921年初勤工俭学的学生中 已经有1300人失业却得不到救济 这时北洋政府却以印花税和注入权作保 向法国当局借款三亿法郎 购置军火的阴谋又暴露出来 学生们群情激愤 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巨款大会 成功让借款计划泡汤 但是学生们没有想到 报复手段借踵而来 北洋政府以照顾秦工俭学为名 建立的里洋中法大学 只招收中国的富家子弟 对秦工俭学学生的窘迫 却视若无睹 学生们被逼无奈 在蔡和森等人组织下 发起了近战里洋中法大学的运动 而法国警察居然把这些走投无路 手无村庭的学生囚禁了其他 就这样在里洋的监牢里 热血青年们认清了 法国所谓自由民主国外的另一张面孔 1921年10月13日 104名学生穿着法国球衣 登上保乐加号的五等舱 被驱逐回国 满腔的悲愤 最终化作了坚定的信念 蔡和森对大家说 咱们这一百多人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吗 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 这张照片是当年上海法租界 余阳里二号的一栋石库门房子 一楼一底看起来并不怎么齐眼 可是从1920年春天开始 当时在上海引领思想潮流的几位笔杆子 却时常从这里进进出出 比如又从日本归来的 李达陈旺道 李汉俊都是这里的坐上课 而年轻的毛泽东也曾经扣想过这幢房子的大门 那么这栋房子到底有多大的魔力 才能把这么多的贵客都给吸引过来呢 而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聚集一堂 他们又在谋划着什么事情呢 这里住的正是从北京逃出来的陈独秀 所谓思想界的明星 本来就健谈而善交友了他 身边吸引到很多思想进步人士 又翻译出第一本中文共产党宣言的陈旺道 放弃十业救国 而决一走俄国人道路的李达 无产阶级的先锋 劳动运动的剑下李启汉 还有从来未受过其他思想侵入 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陈公培 在这些人人志士的思想撞击中 陈独秀坚定了组织共产党的决心 为什么陈独秀会选择上海定居 因为这个城市很特殊 它是一个多方势力交错 华阳共处的一个城市 那么因为有这样一种复杂的 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环境 所以它客观上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些进步势力 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容身之所 其中当然也包括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小组的这样的一批先进的激进 1920年8月就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总之诞生 陈独秀成为当之无愧的小组负责人 两个月后北大图书馆的抗木一摘礼 李大钊 张申福和张国焘三人聚首 酝酿已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 这两个小组的成员们或许没有想到 在北京和上海点起的这两把新火 将来会延烧到整个中华大地 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的春天 经过了半年多的工作 中国国内已经先后有六个城市 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 上海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 武汉 长沙 广州 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 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当中的先进分子 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见证了自己的国家 被各国列强所瓜分 自己的民族被羞辱 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和北洋政府 踩在了脚底下 这些先进人士虽然他们分散在各地 但是他们都一同挣扎过 在救国的道路上苦苦地思索过 直到今天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燃烧在中国各地的红色火焰 也吸引到他邻国 俄国的目光 彼时的俄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但是也需要国际支持 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 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 惊醒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李大钞的带领下 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开始积极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了解这个由工人阶级来当下做主的国家 苏联在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 那么引发了世界上多个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围攻 在苏联的一些境内 一些白俄 就是说被推翻的 过去的沙俄的 或者是资产级临时政府的 他们的政治势力 军事势力的代表 也发动了叛乱 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是处于一种不稳固的情况 那么苏联就希望在远东地区 能够有他们支持他们的伙伴 其实早在1920年4月 苏俄方面就已经派人来到中国 了解中国革命的进展状况 他就是当时远东局的代表 维京司机 他乔装成一名记者 先去北京大学 拜访了李大钊 又带着他的亲笔信 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而正是在他的推动下 陈独秀和上海的西北笔杆子 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而在维京司机回到苏俄后 在1921年又有两位客人到了上海 并直接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 1921年夏季的一个下午 上海的天气潮湿闷热 一位年近40岁 身材高大的外国人 正踏步走下十六浦码头的台阶 只见他戴着金丝边眼镜 衣着考究 他搭乘的阿克亚号轮船 经过了一个半月的航行 途经新加坡才来到了上海 这一路可是不轻松 不仅受到了各国政府的监视 而且还在奥地利被捕入狱 差一点就不能成行 那么他为什么要冒 这么大的风险来中国呢 这个神秘的外国客人 正是共产国际 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 因为在东南亚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马林被列宁指派前往中国 他的任务是 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机构 这样一个赤色分子 自然受到了各国列强的监视 1920年12月 荷兰政府还特别发电报 提醒中国政府注意 幸亏当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并没有特别在意 不然马林的中国之行还有可能 面临更大的麻烦 与此同时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书的代表 尼克尔斯基也抵达了上海 马林化妆成一名记者 在和尼克尔斯基联系上后 立刻与在上海的李达和李汉俊接上了头 积极了解共产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而在听取了李达和李汉俊对中国党组织情况的介绍后 马林认为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建议立刻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由共产国际派人就是维京斯基来 更详细地介绍俄罗斯 那么列宁他们建立共产党 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些经验 一些做法 那么推动了我们的建党 这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而各地我们诞生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 就是我们中共一大的一个组织基础 1921年6月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收到了李达和李汉俊的邀请函 希望他们能在7月1号共赴上海 召开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 当时的八个共产党小组 五十多位早期组织成员 纷纷推举代表 整装上路 慢慢的暗夜之中 革命的火种已经在华沙大地上燃烧了起来 此时上海即将迎来一件 开天批地的大事 与此同时 北京的早期共产党员张泰雷正远在苏俄 在遥远的克里汉林宫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户 苗亮的国际歌回荡在辉煌的大厅中 张泰雷满怀激情地介绍着自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发展 他指出 现今恰好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大好时机 而在中国共产党员攻击偷拍案 不去到达上海的代表们正在抓紧这一时机 把中华大地的新兴之火 网络剧场 秒软眼之心